各位師兄好,又是我Candy,Layman 和大家討論3月11號的大主Win非得手失手馬 都是照舊 因為小弟明天要去看醫生,所以早點做 不知道各位師兄有沒有斬鑊 希望各位都有斬鑊 先講第八場,都是照舊 這場馬,過關飛,一個關很厲害 第五那隻,就是全民皆知 好鬥心,肥仔威威這幾隻 現場的飛,最厲害的 肥仔威威,有260萬 跑到很近,好像第四 第五是全民皆知,第四 第五,被人阻礙了少少 沒什麼位,包括第五 第二隻,數到很厲害,那隻 十一號,就贏馬的水箭龜 季初潘頓做的 潘頓贏了一場 那一場是介紹的 連續中他三次 上次就失手 今天莫雷拉再狠騎 第二隻,最厲害的飛,就是他 184,187,210萬 即是飛到馬到的 這隻,飛到馬到的 今天用這個磅,可以挑戰這些馬 都算是厲害的 第三隻,就是全民皆知 全民皆知 是不是全民皆知 看看 全民皆知 全民皆知 和好鬥心 都差不多 六七八十萬 80萬 好鬥心 轉了過來 這場馬 其實說真的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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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皆知 又輕滑 又好鬥心 又肥仔威威 都不知哪隻才是 真是 全民皆知 第四 好鬥心 就產了進來 潘頓 莫雷拉 潘頓 莫雷拉 蘇寶羅 做明月光 給大家享受 六十幾塊 也挺肥仔的 六十幾塊 這場馬 我自己覺得 那隻水箭龜 贏起來也挺好 贏得的姿態 那隻全財 入直路的時候 大包尾 穩偉 左鍵右鍵 不過他不鍵下去 追得多少呢 十當 這隻馬 也是等他回沙田 這些 這麼 遲才撈得著的馬 就 三百米 根本不夠 讓他追 今天就當他沒有見過真章 這隻馬 共創歡樂 那些 一一樣樣 又不放 不知為什麼 全民皆知 又放 不過今天那些馬 就 有些場合 跑法都挺奇怪的 有些馬 好像真的知道怎麼跑 那樣的 那 雞飛也是這樣算 最厲害就是 肥仔威威 第二隻就是 水箭龜 贏馬 這兩隻都是近的 第三 第四隻就是 全民皆知 和好鬥心 這兩隻 那 去第七場 這場馬 我都 那些 一去到這些場合 實在太複雜了 下次的跑法 大家又不同了 就是 不是 只是計實力這麼簡單 那些馬 去到第七場 第七場 就是 這隻馬 因為有一個領捕風 就衝了出來 那 後來看到那些飛 就真的看得了 那 我都說 這場馬 就是 通常 一步少了馬 那些場合 當然有一隻馬 落飛 輕輕含含 很厲害 最後就是 揭曉了 就是大紅包 剛剛 上次他贏了的 極速進馬 極速進馬就贏了 到他就贏了 那場馬 大家都可以找回那場馬 看看有什麼馬 可以跟進 兩個winner 成理所願 萬眾之力同進 又不行 電子群星又贏了 加州多寶 剛才都跑出來 近 拍照 都很近的 這場馬 變成水準上 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就是 兩隻win 三隻win 如果計算 跑法 就 成理所願 和萬眾之力 都可以跟 放得這麼前 都是輸這麼少 不過這場馬 是有些意外 算回飛數 最厲害的 大紅包 就 三八七 四百五 五百 五百八十萬 五百九十萬 到四號和六號 六號 就二八七 二八八 二八八十萬 四號 就 二百五十萬 六號 就剷進來了 醒目 勇區還告人 四號 四號 都跑得很近 二戰 兩戰 都是在那一堆 回來的 開頭那些飛 如果不是領寶峰 衝了閘 大紅包 叫做勁 九號 九號 都幾厲害的 閃耀榮光 也有二百三十萬 飛 二百三十萬 都在 因為始終都是 叫做莫雷拉 十一檔 已經算是厲害 跑得 另外 就去到 二號 三號 都厲害 一百四十萬 三號 一百四十萬 最後 大紅包 醒目勇區 閃耀榮光 精彩輝煌 今天精彩輝煌 一顆眼罩又不同了 其實這隻是想劏人的 根本 這隻馬 今天 我見到 方家帕贏完一場之後 樣子都沒什麼笑容 就知道 他有很多事情 還沒做好 不過 想劏人 就 不過 他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他都中了 這些 說真的 不過 跑緊頸四 對呀 緊頸四 那些飛就是這樣 老實人 都有 八十萬飛 以戰養戰 跑得不錯 算回飛數 這隻二戰養戰 都有二百五十萬 左右 第一次過來 谷草 對著機爭 是谷草馬 那些聖木勇區 精彩輝煌 那些都不是差的 閃耀榮光 那些都是跑過的 變了 這隻二戰養戰 已經是很多次有飛 那 看看他什麼時候才可以交代 這隻馬是可以跟的馬來的 頭那兩場 布文是輸得很可憐的 根本 又阻 又塞 又 不知怎樣 很多麻煩的事情 接著 一場千四 那場試了不行之後 兩場都是近的 精彩輝煌 這些套完 眼罩 拼了一場 跑過第四 人家那些都是很厲害的 聖木勇區 贏了季初 那場 我記得那場 是放了深水四連環 中了 正本洪心 那場 還有那隻 銅進 是不是銅進 正本洪心 接著 莫雷拉 外游了一場 外游了一場 接著 就不斷換人 兜兜兜兜兜 我選了他買1600 他又被人撞到整隻 西開了 大家都記得 如果老朋友 三十幾倍 我都拿去做膽 那 今天呢 就落這麼多 飛下來 還去告人 287 300萬 左右 300萬 上下 落到啡格 這隻馬 那 失了手 步了一場 這一場 想來開飯 但是又失了手 其實我覺得他上場 都想偷襲 長途 1650 不過就被人撞到整隻 撐起了 我記得 這場馬 知道必勝 就出不了閘 又換配備 又這樣又那樣 不能放在前面 他都追了一段 我覺得 那隻奇妙星 今天撿過這樣的檔 你看他真的有些拼命款 那 我覺得 李勁國 我不會說他跑得對還是錯 他 前面呢 可能是跟得急了 回來 就再騎下去 這隻馬 第一場 就 定住少少少 就不要跟得那麼快 他回來 又有 再加上 今天的檔位 又差一點 反而 放得前一點 他回來騎下去 是一條藍 偉達十三少少 出什麼功夫 去搞這隻馬 這隻馬 是一隻 應該是有些能力的馬 第一場 就已經跟一隻 永同寬真 一起拍著 上來 可以鬥 找對他一個步速 或者就對他一個形勢 應該是可以交代的馬 去到第六場 第六場 我真的當這場馬 沒有什麼跑過的 不是說假的 那隻 算石達人 回到來 連第四都頂不了 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一出來 又不爛爛 在中間那裏跑 將馬 頂開了 施施然 才進去 進去 進去 然後就定住來跑 雖然 沙田贏馬 那場是慢步速 低一個班 他都是放在頭上 走 上一場 撿過這麼差的 當他都不斷 因為他用快步速 他都不斷 為什麼會定住來跑 但是 今天這場馬 我自己 都是放在一個 爛門的 頭駐的馬 來的 這隻馬的飛很厲害 其實 不要說很厲害 是有些爛門飛 但是 跟跑馬的時候 那些情況 就覺得這場馬 一看下去 大家一看 數料起 怎麼會二十幾倍 這麼好分 鑽石達人 上翔師三個馬 怎麼會這麼好分 立刻覺得 是不是放在前面走的馬 那些人沒有什麼信心 現在事實就告訴大家 這場馬 這場馬 就落飛很厲害 那隻叫芙蓉莊 過完關 過完關之後 那些披屎飛 完全沒有回過 好像知道 一定有補足 很奇怪 那些紅粉彩影 也是 紅粉彩影 芙蓉莊 大眾勁區 這幾隻馬 那些飛很硬 最後就回來了 但是放在前面 那些沒有什麼飛 就是鑽石達人有 現場那些飛 那隻叫大眾勁區 一百八十萬 二百 二百八十萬 我看到那些二百八十萬 接著到四號的芙蓉莊 就有一百萬 那芙蓉莊的飛 那些飛 是直接PACE飛 WIN飛 都沒有什麼退 過完關之後 是很硬 那 就是知道有補足的 很有趣 接著又到紅粉彩影 都不錯的 那些飛 就是 就是很少 就是比起那些馬來講 就少了 比起大眾勁區 但是第三隻 就已經是數到他 和那隻八號的素鳥起 和十號的鑽石達人 就是很少 但是你想想 數鳥起 對上那場三倍 四倍 接著又整橋二十倍 好像毫無信心 兩隻放頭馬都沒有信心 好像 就全部爆上來的馬 就得手 那隻鑽石達人 那隻鑽石達人 我真的 就是 他這樣跑 我覺得 就等於當他算數 那隻金樽輝煌 上班 十二檔 都過了那隻鑽石達人 四連環都撤了 飛 就說到這裏 那隻鑽石達人 他不是這樣跑 用他自己本身的速度 有得他自己一隻馬走 就可能有些機會 看看他什麼時候這樣做 都沒有辦法的 說到第五場 第五場 就 超能量 交出水準 極速進馬 大紅包又贏了 極速進馬又贏了 那 算回那些飛 最強的都是極速進馬 有250萬左右 250萬的極速進馬 就順利贏馬 那第二隻的呢 就數到這隻 9號的超能量 810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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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隻 就是8號的加州多寶 上場跑到沒有了影 我都說當他沒有跑 那今天呢 就有60萬 70多萬 第三隻是數到他 加州多寶 那 即之跑了 極速進馬 超能量 然後 中間 就放了一隻疾風勁草 在那裡 真是被他摧毀了 這場馬 那 加州多寶 是輸了一個很短的距離 跑過第五 兩隻平頭馬 那 超能量 交回 上場 都是流 他這場 就好少少 都是追得很厲害 但是你遇到一隻有班底 下來的極速進馬 剛剛追不及了 那 壽神 潘頓 就好心機 狗蕩 就放在內蘭村上 就是阿摩 上傳 李勁國 騎員 衰了 今天就找 潘頓 走去 這樣的榜 都很騎 那 這場馬 都叫做 中 三重彩 但是 被人分開了 沒什麼好說 跑馬 跑到這麼 有什麼好玩 港飛 都是極速進馬 超能量 加州多寶 是這幾隻 不過 值得跟進的馬 如果你受神 你今天收拾過九檔 若然下次又是潘頓發揮 收拾過好檔 都可以再去挑戰 這隻馬 金貴 真是大熟大勇 一隻馬 攻神 一隻仇神 兩隻都是阿摩 那些 卡拉馬 來的 有一天 仇神 踏馬 攻神 我記得 那天 追標 在內蘭都追得不錯 後來被外面的馬 蓋過來才輸 追標 其實上場是跟超能量一齊 盯著 很近地拍回來的 這場馬 是講到這裏 值得跟進的馬 我自己覺得 加州多寶 那次田泰安 打馬安 前面 贏了馬 高東來 今季 就不是大家 這樣 賺賠率 這位仁兄 那些 是偉達的 那些 那些 好像剛才那隻 必妙星 還是什麼妙星 我都不記得 什麼什麼星 什麼什麼星 他都是薄的 看著他 撿個充當 然後前面用了 他都是騎下去 我看到 李敬國 真是 拾下去 不過拾下去 之後 馬均速回來 沒辦法 馬在搭下 搭下 超能量 下次你說 撿回個好檔 依然是有得追的馬 來的 那你輸給一隻 叫做二班 下來的極速進馬 人家贏過幾場頭馬 是不是 那些 那些 超能量 瘦神 今天撿了個這樣的檔 都是這麼近回來 還可以 跟那些 叫做 實力 未完全見過底 加州多寶 都很近 那都是OK的馬 那 就說第四場 第四場 這場馬都蠻複雜的 潘頓 嘗勝心 又不騎 又騎善傳千里 然後 仁和嘉誠 又不騎 又騎善傳千里 我覺得 天天向上 今日偉達 又撿過11檔 這隻馬 是可以跟的 上場 其實都跑得不錯 上場 都是輸四個多馬位 今天跑出來 都是有少少看頭的 前面快了回來 聖利紅星上場 就說 很懶 大家都看賽後報告 都跟大家說 哇 這隻馬突然間 追得這麼厲害 今天再追到一次 給大家看 這隻馬 這些聖利馬 聖利蜜 那些 都是老牌馬主 應該都是 有些心去交代這些馬 這場馬 說回飛數 最厲害的那隻 就是 看看 3號的金碧輝煌 就 80萬 接著 7號的福滿寶 就 40幾萬 接著 5號的常勝心 就 80萬 贏馬的電子大師 這隻 只有20幾30萬 左右 20幾30萬 6號的天天 天天向上 都是沒有什麼飛 都是20幾萬 擅存千里 這隻馬 都是沒有什麼飛 的 檔位問題 50幾60萬 這場馬的飛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9號那隻 聖利蜜 就 50萬 70萬 8 90萬 最多是這隻 都追了回來 變成這隻聖利鴻星 這隻馬 要靠有快步速 會比較好些 天地橋覆 沿途在外面 沿途在外面 走回來 實力沒有見準 這隻馬 電子大師 那些 退了下去 退了下去 又上回來 這場馬 其實全部都是 電子大師 聖利鴻星 人和家姓 都衝上來 其實這場馬 前面應該是快 我覺得這場馬 就是一個形勢 前面 天天向上 那些 放在前面 走 那些 金碧輝黃 和 板圍那隻 善傳千里 現在跑了那隻 是電子大師第一 聖利鴻星第二 是吧 我今天都頭暈了 聖利鴻星人和家姓 常勝心跑第四 常勝心的飛數今天是怎樣呢 都有80萬的 80萬的 跑過第四 跑過第四 我覺得今天的馬 常勝心 都擺得 守住位置 我覺得這隻馬 都可以追 前面 都擺得快 所以那幾隻 都是撲上來的 好像 人和家姓 電子大師 聖利鴻星 這些都是撲上來的 變成了 常勝心 金碧輝黃 那些可能都是蝕了一個 暴促的 但是如果計算飛數 常勝心 聖利鴻星 那些飛比較厲害 那些 常勝心 已經是未交代 都叫做有飛 而未交代的馬 今天都是蝕了 前面走 我覺得都是可以跟進的馬 但潘頓沒有騎去 第三場 多謝莫雷拉哥哥 多多 老鎮到 一個慢步速 還要跟那些位置 還要去外府 近外 那些四連環 四重彩 全部都斷了 一半的馬位 都被他搞斷了 連李之聲都捉到他 永益善 也捉到他 過不了那些陽光 那隻多多 沒得撐 那奧遊之聲 前面的步速 這麼慢 一旦回來 被那隻叫做什麼 蓋了他 被那隻叫做 喜悅明驅蓋 對 喜悅明驅 這隻馬一被人蓋 就沒有了 這些馬 說回飛數 多多最厲害 有270萬 跑過第五 應該 輸半個馬位 和二三四 那些 可以說他蠻重磅 但是記得 巴道那場 是放在裡面 他一拼到外面 有幾場 都追得來近 但未必一定進得到 贏馬那場 是放在裡面 那隻偉大勝利 是放在外面 看看他什麼時候放在裡面 連理之聲 捉了他 今天 跑回來 這個 就剷他進來 永益線 叫做 真的跑得漂亮 你見過上場 就逃了後面 今天 就經過一次經驗之後 就交代了這隻馬 那 都叫做貴內 是很準的一隻馬 永益線的飛數 其實只有多多很厲害 跟著永益線 陽光那些 都是差不多飛數 即是 五六十萬左右 和那些多多 二百幾萬 是差很遠的 多多又失了手 這些馬都不知道怎樣追 追了下去 追了下去 他又只有兩倍 追了下去 他又是只有兩倍 不知有多少錢買起好 真是 沒辦法 都中了腳 真可憐 值得留意的 都是多多 上場又被人塞 今場又被人塞 今場又被人塞 去外面 可能他覺得 上場被人塞 今場被人塞 今場被人塞 去外面 可以幫他解釋一下 沒什麼好說 就是 跑得好 喜悅明區 都跑得好 喜悅明區 萬步促 人家就懂得跟前些 那你為什麼 莫雷拉不懂呢 是不是這樣說 連你知聲都跟前些 那你說老不老襯 連你知聲又懂得跟前 梁家駿 梁家駿 喜悅明區又懂 阿薛恩哥哥 連你知聲都懂 莫雷拉就定到在後面 唉 算了 第二場 第二場 首飾傳奇 就 交出他應有水準 首飾傳奇 大家都看回那場馬 放在個人心水的時候 那時候就 今天那些還未出 那你 為什麼會這樣呢 喔 不是這場 前一場 那前一場 你那些 首飾傳奇 就 天天向上 今天都是近的 這首飾傳奇 是輸給全傳千里 和極爽 那今天這首飾傳奇 跑出他水準 都叫做OK 那 輸給一隻有班底的索先生 都沒得說 那 中了一條Q 但是都是容易辣辣的 這些 那些沒什麼好說的 中了一些 這些Q 那算回票數 那算回票數 就 首飾傳奇 都有八二萬票 八二萬票 那麼 反而那個索先生 呢 是得 七十萬票 左右 七十萬票 那麼 十二號的得賞 都很厲害的 那些票 八一萬 一百六十萬票 的 更多票 得賞更厲害 那些票 那麼 至於那隻東龍鎮 就 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六七十萬 威風鎮馬 都很接近的 那麼 都是得五十萬票 那麼 那麼這隻 首飾傳奇 呢 我覺得是一隻可以跟進的馬 這隻 啊 輸給極爽 和那隻 季內 都是很有表現的 叫做 善傳千里 那麼 今天是輸給一隻 落班下來的索先生 那些 其實這次的馬 其實真的挺水的 沒有什麼特別 那些 很厲害的馬 那些 叫做 硬正一些 那些 下次遇到強手 可能又要重新再度過 就是要看機會 還有看看他有沒有進步 是的 看看他有沒有進步 還有遇到什麼機會 威風鎮馬 那些 都叫做 交回他近 但是你說得上的那些 就真的 那些 飛又厲害 又跑得也是OK的 就是 都是咬緊牙筋砌的 那些 今天舔了之後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是不是 很老實的 這個馬房 沒有什麼好 一落班 然後又舔一場 那麼 到第一場 第一場 就真的沒辦法了 小弟真的看不到 有個很有長勝 真的沒辦法 除非吃全餐 如果不是 真的 真的沒得中 這隻馬 又第一次跑那麼長 第一次跑那麼長 第一次跑那麼長 那麼 爆隻這些腳進來 都沒辦法 那 叫做選到那隻 那隻 創紀錄 叫做交代了 總之都上場 根本千八 已經看著他 魚郎伺虎 是回來 最好 最後 不夠貫注 或者長了少少 今天 拉縮 放在內欄 這樣 喘上來 這些馬才剛剛 剛剛踏入成熟 現在還在五班 是吧 多少分啊 看不到多少分 這隻馬 34分 應該還在五班 這隻馬應該還可以去賺吃 這隻馬 再進步一點就OK 今天講到這場的飛數呢 第一隻就五號的創紀錄 一百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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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到馬到 沈集成的馬 威威 又贏又披 什麼東西都追上來 知道必勝柳閘 又追上來 人和嘉誠 又追上來 最飆的 裡面差點都 還在四連環 這隻馬有一百萬飛 到二號的星河戰區 這些鑽倉馬 有七十五八十五 九十萬飛 交回他的水準 另外就 數到 一號 一號都有 五十五萬左右 五十五萬左右 這幾隻叫做有些飛 至於天王巨星都跑得不錯 天王巨星都跑得不錯 今天 蘇波羅今天有幾隻難滿 從明月光 都跑進來 那隻叫做 一時又不記得那隻叫什麼 的名字 連理之星都跑進來 那隻威風進馬 天王巨星都跑得近 偏偏沒有Winner 對 另外 跑得好 我想跟大家說一隻 叫做 最聰明的馬 這場馬 都叫做 一場 應該屬於 不是很快步速的馬 應該 如果我沒有 因為我現在暫時沒有福體的時間 我覺得那隻最聰明的沿途 在後面 後來都撲了一段 對上那些都是幾百倍 今天只有十二十幾倍 二十幾倍 然後回到四十幾倍 那隻精選直傳還落飛 後來我看到那隻最聰明 還過了那隻精選直傳 這隻馬 就三班 四班 五班 好像乘電梯 直到這裡 看看他什麼時候 搞一些配備 改變一下跑法 應該都是有點難滿機會 這些馬 不知道有沒有看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些是爛門來的 沒得說的 可以就不行就不行 你看他沿途大包尾 不斷在這裏 接著呢 他用那隻精選直傳在他前面 你看他不斷在這裏 應該是萬步速的話 就會好些 他都追上來的 但是你說這些馬熱的 當然是不要跟 你說拖下四連環腳 也有些機會 就是 三班跌到下來 那我相信 後他一場 有四連環應該也有些機會 這些馬應該 應該都不會熱得去哪 每次都輸這麼多個馬位 就算今天追了一段 都輸多少個馬位 都輸四個馬位 是吧 應該都 名次夠厚 第九 都不會惹人注目 今天還要脫下眼罩 怕他前面走得快 脫下眼罩 看看他什麼時候 放在前面放 可能就可以了 不是說贏 只是說冷腳 那些是 這些是 片啊水片 用來搏下大武 很有長勝都沒有表現 今天就爆入來了 不忘初心 今天虧了個當 放到最後一百左右才斷 他也是 但是有二十二倍 比你開心到 最後才斷 都沒有辦法 二十幾倍 拼不到 沒辦法 中翻星河 拐踏 創紀錄 那條圍字 撐到死 只有三十幾匹 我拼到創紀錄的時候 我記得 皇帝賽那一場 如果我沒有記錯 追上來跑第七 是不是皇帝賽那一場 七十幾倍 我記得 成你所願那一場 然後有一場 是成你所願那一場 追上來有一場 是七十幾倍 我記得 一百七十幾倍 那場已經追上去 如果那些老朋友都知道 跟到現在才贏一個WIN 他還要受傷 嚇你一大輪 有說 大兩譚 有吃肉不振 有流鼻血 真的跟到死不斷氣 才偷到現在才撥得一場 這麼大把 真的跟一隻馬 跟得少些恆心 都跟不到他 算回飛 人家都叫做飛到馬到 配合今天馬房手影 我覺得這場馬 這隻創紀錄 應該都是健康踏入回正軌的話 只要有些進步 應該都不怕 還有星河戰區 那些都是 方家帕對的轉倉馬 都不會保留 一砌到是對的 就不斷砌下去 除非他撥了很差的檔 就可能要考慮一下 如果撥回好檔 有些機會動手 他轉倉馬 都是動手的 天王巨星算 跑得好 我自己覺得 那隻最聰明 雖然賽職很恐怖 我看這隻馬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很恐怖 但今天他真的給了走勢 給你看 上場在外面 在外面 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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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踢踢踢 在後面 一場是幾萬步速 1分42秒多 萬步速可以踢過幾隻馬 都算是有少少追勢 是有少少追勢 過了幾隻馬 他最初是大包尾 都要追上來 過了幾隻馬 連那隻諾菲的精選 直前 他都過了他 我覺得 撥到一個機會 可能會有些冷腳 有些冷腳可以玩一下 其實這些五班馬 都沒有什麼跟不跟進 是一些側身馬 就是創紀錄的 可以跟進 第二場 都是那隻手式傳奇 但大家細心想 兩場跑了進來 上一場的賽職 是好一點的 因為對著極爽 和善傳千里 但你細心想想 這一場馬 他輸給一隻叫索先生 但是其實 你看到他的細心 撲上來的時候 是幾厲害的 如果可以下次再看時間 印證 就會好一點 他是幾厲害的 但是今天 如果你計算賽職 就得直 威風進馬 索先生 東龍陣 有些表現 其他得上的表現 其他真的沒有什麼馬 有表現 而且也是有一個譜 上一場 今場的賽職 不出色 但是上一場 不出色 上一場 他沒斷開到幾秒 我記得是22秒多 他在23秒多 不是這場 是極爽 是22秒81 他是這樣追上來 所以這場賽職天天向上, 再出的柄狂龍, 盈之光, 都比較近 這隻馬, 我相信, 下次也不會很熱, 也有得跟, 不要說下次, 下次你遇到強手, 也未必要再進步 但如果你說遇到一些, 又不是很出色的馬, 也有賠率, 比跟一些很熱的馬 連李之星, 這些, 沒得跟不跟, 這些真是, 神龍見守不見美 這場馬, 喜悅明驅跑得好, 永益線都是贏得好 但這些全部都是講形勢, 下次一跑馬的形勢不同了 今天那隻多多, 如果不是慢步速, 他不跟上去 那究竟, 多多會跑得如何, 他又不會去外面的話 下次, 他的小朋友裡面又不同了 那邊兜出去, 和走進去, 也差了幾個馬位 這一場, 我覺得, 放在前面的馬, 就可以跟 好像金碧輝王, 常勝心, 天天向上 甚至乎, 根本沒有跑過的天地橋覆 這些, 希望在賽職那裏可以再印證 暫時我覺得, 他們都是放在前面, 所以, 益了就是後上馬 那這一場呢, 超能量啊, 壽神啊, 這些, 超能量應該沒有什麼賠率的壽神呢 那些, 應該有些人會, 覺得他比較盡了一些 但是, 下次撿回一個好一點的檔, 他又未必會覺得是盡的 他今天輸給一隻二班的馬, 這些馬, 加州多寶也是 那一場, 始終我都覺得, 鑽石達人, 今天這樣跑呢 在我自己的角度, 我覺得, 上場你這樣洩馬位在外面, 沿途三碟, 你都放的 那你今天黏在裡面, 為什麼不放呢 但是, 今天那場馬, 我當他沒有跑過, 我不急 我覺得那些是講形勢的, 不是講跑馬的, 是講形勢的 為什麼那些馬, 會突然間飛這麼硬正的呢 好像知道前面放頭的馬不行 那這場馬呢, 奇妙性, 我覺得可以留意 但是, 先撿回一個好檔先 第一, 第二, 就是要前面的步速不要這麼快 再進步一點就可以了, 今天是加配備的 那這場馬, 速不足馬的, 大紅包這些, 曾經傷患馬呢 就, 都是沒有保留的啦, 下次他還是要組的 什麼, 以戰又戰初過來, 谷草跑得這麼好都OK啦 精彩輝煌, 今天一戴個眼罩就想湯人 精彩什麼, 精彩什麼都沒有交代的, 這些都是可以留意的 那第八場, 我就沒什麼好講的 真的沒什麼好講的, 這些全部都跑形勢的 是水箭龜的, 又跑得不錯啦 全民街址, 虧了個檔位, 都捱到一個第四 但是, 何摘堯這麼多馬, 不選 就選一隻肥仔威威 那些馬, 究竟是不是真的 究竟是怎樣解的呢, 都沒什麼好講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講, 三月十一號的 大駐輪飛, 失手, 得手, 就講到這裏 近來有很多大駐輪飛, 失手, 得手, 那些都有交代出來的 希望就是, 做了些功課, 大家花了些時間下去 其實跑馬, 你不花時間, 怎麼會找到一些馬呢 即是, 你不看一些片, 又不做一些功課, 又不看一些集 很難去跟到一些馬的 希望做這個節目, 給一些有興趣研究賽馬的師兄 看一些飛數, 結合跑法, 結合那個形勢 究竟有什麼馬值得跟進 那隻馬, 下一次的機會是怎樣的, 賠率是怎樣的 沒有人知道的, 但起碼叫做 那隻馬, 今天有沒有發揮他的水準呢 有沒有說, 一些飛突然間很不對版呢 好像今天那隻, 丁冠濤那隻叫什麼 素鳥喜, 和鑽石達人的飛, 不太對版 上場放蝕這麼多馬位, 才放輸三個馬位 今天有二十幾倍, 即是不太合理的事 看看他什麼時候的賠率, 變回合理 可能他的水準會交近一點 那好吧, 今天講到這裡, 明天小弟要看醫生 多謝大家, 拜拜